Hello Homies,你現在收聽的是克萊梅特宅報道 讓你宅著就知道國際氣候能源大小事 而除了德國政府的氣候政策 全球第四大德國海德堡水泥公司 也於5月13日對外宣布啟動長期低碳轉型的策略 最後小編也要來分享一下 彭博社關於全球燃煤電廠與新建投資與廢煤趨勢的比較 看看燃煤電廠在全球的開發是否已經不再具有前景 第一則宅報道就要來告訴大家 靜零排放目標在德國的最新動態 歐盟各國代表在今年5月9日 於羅馬尼亞的峰會上 由法國等8個國家提出歐盟氣候未來的倡議 要求歐盟制定2050年靜零排放的目標 而雖然梅克爾表示 該目標對目前德國國內現行的減量目標有所不同 而拒絕同意此聯盟的倡議 而遭到許多的批評與質疑 但事實上 德國靜零排放目標的規劃跟討論 早於去年德國2018年大選後的聯合政府決議 將於2019年透過制定氣候行動法 具體德國長期減量目標 並且落實各部門減量行動 而今年的2月並成立跨部會的氣候內閣 討論立法的細節 在羅馬尼亞的峰會後 梅克爾跟於第10屆柏林彼得堡氣候對話的期間 對全球35國的官方代表強調 此對話的重點將不是我們是否能夠達到2050年靜零排放 而是我們該如何達到 而除了設定減量目標外 梅克爾更進一步的具體的指出減量的解方 呼籲各國針對運輸、建築、農業等部門推行探定價機制 增加減量的誘因 由於德國氣候行動法仍在立法討論的階段 許多政策目標與轉型路徑仍不確定 但是德國溫室氣體排放的龍頭產業們 包含從事化工、水泥、天然氣以及鋼鐵業們 宣布準備好深度去探了 但仍是需要德國相關政策法規 提供一個更具明確訊號的市場 以創造低碳技術投資的新前景 其中海德堡水泥公司是全世界 在60個國家擁有58000名員工的 全球第四大水泥公司 也在今年5月13日 正式提出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產業減排策略 宣布將於2030年時分別降低其 每公噸產品直接與間接的排放密集度 為2016年排放程度的15以及65% 企圖達到2050年碳中和的終極目標 水泥業的排放佔了全世界 溫室氣體排放的7% 而隨著人口的提升、都市化程度的提高 海德堡水泥公司的行動 除了是符合全球綠建築委員會於2018年9月的2030年新建物 臨近排放的目標外 對於整體的產業的轉型更是具有啟示以及意義 相信各位 直接排放的意思是企業本身自己造成的排放 而間接排放的意思則是例如對外購買電力使用等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因為購買電力的企業們並非真正的發電業者 因此這些間接排放量除了要多多購買再生能源外 另外就是要發電業在低碳轉型上的努力 而根據彭博社的觀察 近十年以來全球除了亞洲以外的地區燃煤發電的使用都呈現了下降的趨勢 此外2018年更是於19世紀以來燃煤電廠的廚藝量大於新建投資的總量 報導更提到全球燃煤電廠裝置容量將於2021年達到了最大值 而儘管還有2360億瓦的裝置容量正在建設中 但宣布廚藝的量已經抵消掉了成長的趨勢 此外即便是佔有超過50%新開發燃煤電廠的中國 2018年也呈現了負成長的趨勢 報導最後也提醒 裝置容量的下降不等同於減低了燃煤電廠總需求的發電量 意思是仍可能會因為火力全改而增加的發電量 此外這樣的趨勢是否真能夠代表全球燃煤電廠的投資已經轉向 還是只是暫時的投資循環 目前仍有待觀察 但是全球各能源業者似乎都看到燃煤電廠發電業的盡頭 以上就是本週的克萊美特賊報導 掰 比賽 比賽 比賽